這兩個人都戲出藍天卻變變變 為什麼呢 首先來看到我們討論過曹董 他就說要保護中華民國 唯有支持兩國論 因為要是認同一個中國 對台灣來說就是自我毀滅 那麼他之前也說過蘇起的這個 提到說兩國論是一種挑釁 他說這根本叫做指路為馬 因為他認為最早分裂國家 搞出兩國論的是誰啊 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 那麼大家都說奇怪 2007年他也呼籲兩岸要和平共處 怎麼會轉變這麼大呢 曹新成說他是因為反送中 看清楚中共的本質 還酸說國民黨跟共產黨都一樣 背離民主應該要解散 最近對著國民黨的批判是刀刀劍骨 不過另一分隔來看 這一位更是讓最近眼鏡行聲音很好 因為大家跌破眼鏡 海基會的董事彭硬剛 竟然突然賣下了平面媒體全版廣告 發表兩岸不能打仗 惡污戰爭的教訓專門 那麼闡述說台懷之間 可能會出現四部曲的危機 還呼籲蔡總統要確保我們的安危 台灣要和平兩岸不能打仗 所以呼籲大家要接受兩岸的和平統一 哇這個言論引發了非常多的爭議 特別他的位子海基會董事 我想先問一下 這個有花哥你怎麼看 清中變反中 本來反共的變清中 為什麼呢 彭硬剛可能大家沒有那麼熟悉 他的背景我們說明一下 其實彭硬剛跟彭硬川都是彭明公 就是彭夢契的兒子 他的爸爸跟兒子我都見過 都在公共場合 但是我們私底下沒有來往 彭硬剛他主要是董浩雲的女婿 他是董建華 董建華對不對 董建華是他 前香港特首 香港特首是他救兇 所以就是說彭硬剛他是中國海運的董事長 那他過去他長期是在香港 幫董浩雲去處理一些事情 各位大概不知道世界傳網董浩雲 董浩雲那個時候就是因為親國民黨 他在香港崛起壯大 那剛剛好他的女兒跟彭硬剛認識 然後他們結為夫妻 所以就是說彭硬剛他除了是彭夢契的兒子以外 那更重要是董浩雲的女婿 也是董建華是他舊兄 所以他是兩代姻親的關係 他發表這些言論 確確的說並不覺得意外 因為他們早年在蔣介石時代都是反共的 因為他們相信蔣介石能夠統一中國 但是他現在為什麼他會逆轉 那這個中間我也問過了一些人 那主要當年中國是窮兵獨舞搞文化大革命 那現在呢 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快速 那他們就自然而然就偏向於中國大陸 就是說兩岸所謂的兩岸統一 你究竟是中國統一台灣還是台灣統一中國 那他們現在立場越來越偏向於中國統一台灣 這個就是彭硬剛的一個重要的論點 還有一個就是說他們在中國大陸都有事業 況且他們的事業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各位要知道去中國大陸發展事業 只有兩個字叫做特許 特許 那曹新城會有這些轉變 他除了是反送中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核建案的問題 好 所以他讓他對中國的判斷 因為他早年對於中國的判斷是非常樂觀 現在為什麼越來越悲觀 就是兩個字 法治的問題 所以他們兩個為什麼不一樣 他既是黨國之後 又董建華又是他舊兄 那更重要他的爸爸又是彭孟契 所以他是黨國之後 所以他講的話 中國大陸他會重視 因為他們都是紅二代 所謂紅二代 習近平本身就是紅二代 那彭靖剛也是紅二代 所以他很多事業 因為中國大陸的特許 他才站出來幫他講話 那至於大家都說他海基會董事 應該是不是不能夠發表這些言論 其實他可以發表這些言論 但是我也勸彭靖剛 你要發表這些言論 你就乾脆辭海基會的董事 ok 好 那因為他講這個話 這個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此時此刻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點講 我想問影響你怎麼看 這個身份講這樣的話恰當嗎 我想這是非常不妥的一個言論 尤其作為這個海基會的一個董事 所以他其實自己我認為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在中國時報的一個廣告上面 他其實是用他所謂的這個董事長的身份 就企業董事長身份 並沒有用他海基會這個董事的一個身份 可是我回過頭來其實去檢視他這篇文章 其實這是種種錯誤啦 我認為他所看到的一個俄烏戰爭 所學取到的一個教訓 跟我們看到的俄烏戰爭 幾乎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從俄烏戰爭其實看到跟學到了 就是說小國其實可以透過這個所謂的 非對稱的戰略 來獲得一個最終的一個勝利 然後再來我覺得這也是最重點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可以團結我們自己國家的話 然後能夠展現出這個寸土不讓的精神的話 其實我們不但可以贏得這個世界的尊重 甚至於說我們絕對可以發揮到捍衛我們的國土的決心 所以其實我認為他的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跟這個曹新城的說法 真的是產生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一個對比 因為曹新城這部分我想 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其實今天回到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兩國論的這部分 他所講的其實基本上就是反映到現實跟事實 結果過去我們看到毛澤東在1949年成立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基本上他是功課沒有完成 他沒有消滅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當時在台灣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你今天功課沒有完成 你就先宣布這個畢業了 我想這個邏輯上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一個展現 所以曹新城所一直在強調說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政治現實 就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政體 而且反而我們其實應該看到的是 無論是國民黨 無論是這個國際社會 應該要這個充分的 來了解這樣子的一個現實 甚至於去反映在自己的一個政策之上 所以其實今天我覺得曹新城所強調的 而且我也在這邊再次的來呼籲 如果國民黨要捍衛中華民國的話 如果希望可以爭取到中華民國的一個國際認同的話 就不要活在70年前的世界了 必須大膽說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互不隸屬的 而我想這也是曹新城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OK 這兩個都系出藍田 我想問亞元智哥你怎麼看 這樣的一個轉變 彭英剛部分的話 因為他83歲了 而且他應該就是一個統派 他對於中國比較有高的幻想 所以他會希望和平統一 我這個部分我們又尊重 因為在台灣每個人都可以主張自己的國家認同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科子 但是對於他所提出來的論述 當然我們也不是很贊同 為什麼 因為現在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並不想要統一在中共的領導之下 大家其實很害怕生活方式被改變 就是說如果統一了 結果變成共產黨來領導我們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受限 這個大家沒辦法接受 但如果說今天是 由國民黨來統一大陸的話 由國民黨來做總統 民主來解放大陸的話 這我可以考慮 所以我 但是這很難做到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這應該是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要 回到這個務實面來探討 那現在是海基會董事 講這樣子的話 所以就看他的身分 如果說他是用海基會董事的身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很不妥 那如果他是代表他個人的話 我覺得就尊重 那我覺得大家現在立場的基礎 但他現在就還是在這個位置上 這個立法院可以去 因為我看到有些立委講說要把他拔掉 那我覺得這個我就尊重立委的職權 如果認為說他現在用海基會董事發言 會影響到台灣兩岸關係的話 那確實就不妥 因為海基會的工作是應該要促進 就是兩岸的事務 而且要讓兩岸關係更好